哈喽 大家早安呢 我现在在洛阳 参加一个综艺的录制 现在要化个妆 因为今天有彩排和彩点 但我在户外 天气特别热 今天的妆一定对非常非常的 老固且大脸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 羞涩过程 其实现在是已经做完了 我今天要恨三层定妆高 要不然我都有点不感情 调到今天的妆会怎么样 我今天也不追求什么水光机质感 我又老老实实地用我的持妆粉底液 打光机也挺美的 这个酒店的光 就是有一点点的蜜蜜患 所以我现在不清楚 我到底涂均匀没涂均匀 就很淡淡 我现在这个状态是已经上好了 粉底液和遮瑕了 我来喷第二次的定妆泡沫 然后散粉定妆 我得不说今天这个散粉用量 也真的确实是提蒙 好了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全妆的状态了 然后最后再喷一次定妆泡沫就行了 今天不知道这个妆 能不能经受的这种烈日 然后初有的考验 可以的 相信她可以的 拜拜 我记得了 已经到了要录制的地方了 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太阳有多大 看我这防晒衣 我这里还有一把塞 我真的是拼了 众所就知 我在这个世界上 英雅太强了 二雅太黑了 说给你们拍持妆挑战 然后忘记给你们看时间了 然后13点48分 其实已经开始大概半个多小时了吧 对了 我是1点钟出的 宝珠们我彩排回来了 宝珠们看一下时间 现在是17点22分 所以到现在已经是戴妆4个小时了 戴妆4个小时的皮肤状态 就是现在这样 口红已经掉霉了 但是我中途没有补过任何的妆 里面也不晕吧 然后两边略微的有那么一点卡粉 也是因为我这几天就是有点长痘 然后刷酸刷的比较严重了 但是基本上这个妆还是非常完整 然后我一会儿要拍一个视频 所以我得补个妆 我也是一个混油皮嘛 梯子去出油是出的最厉害的 每一次夏天出门的时候 化妆最快的就是我的鼻子 在鼻子上轻轻地用个妆 然后再补个口红 我就去拍视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的皮肤质感 好像确实是有点过分的好了 我用的真的是iPhone前置 就是我这样对着录吧 我这个相机是iPhone后置 然后我现在正拍的这个 就是iPhone前置 真的真的就是 这感觉精神的状态挺好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太棒了 涂一个非常美丽的口红 好了 8个小时的肩毛终于过去了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21点36分 记得吗 我今天是1点钟出的门 但是因为我忘记了 所以我就是1点40几分 才给你们看的我当时的妆面 所以现在真的是 接接实实地过去的8个小时 我为什么不能再带妆久一点 再给你们看呢 那是因为我明天早上 要9点钟就起床 对了 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我今天这一套的定妆 我真是只适用于 混油皮跟油皮的 就是干皮和活干的姐妹 我建议最好还是不要 因为你们的脸本身就不出油 照我这么一套定妆下来 你们脸上应该卡文卡到斑驳了吧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是晴鱼 一个推移女友向 带就演技明星 记得双肩给我小星星 我记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切猛